大家好呀,我是妍妍,这回来大棚了 我要来给我的蓝苹果捡花剑 那花剑太多了 就是她一给水吧,她就疯狂的长 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把那个蓝苹果给她干完 我妈她们刚刚在帮我种那个冰泵芙娘井 还有上次修的那个桃花园 不是留一部分要送给大家吗 还有一部分要我自己要种起来 这会我去拿剪刀,开始来捡花剑 我发觉这个只要水里给出了 那个花剑长得红块 没找到水里的时候,不然还长得没得那么快 花的,花还是好甜哦 但是太多了,太多了也没意思 这个时候擦一盒盒得行 看到的镜都是花剑 不要为啥就这个蓝苹果花剑多的 其他的品种都还好一点点 还有黄桃 这边有水,这边叶子花水了 把它蹦掉 这里面水太多了 今天不弄这个花剑,你看看 长得嘞,还有里枯叶,花剑 里枯叶这个事情 可能就只有出它出状态的时候 看一下庄子,给它弄一下 这个胶质皮这两天才分的哦 分得不得了,好看 这是我沉蒙炉的椰子嘛 你看这都出牙了耶 哎呀,这些都没得时间和精力来摆它了 出了好多牙哦 哎,其实到时候有那个哦 就是他们需要发的椰子的 想要这种椰子 出来压的椰子 也可以把椰子调了送给他们一些 昨天砍头的这个可爱玫瑰 把可爱玫瑰砍了 然后这边顺道还摆了一些叶子下来 因为它那个杆子上面叶子太多了 这一堆是不要的,这一堆 我发觉我们最近我们家这拼盘颜值还不错耶 你看,好清新,脱俗的感觉 尤其是这种 一看到夏季都这么漂亮 我觉得我们这些拼盘到了今年下半年肯定特美 你看,这个也是石头面纱 是不是好好看? 那样久了的多肉 真的就颜值一下子 就不太一样 很仙气 漂亮 就是那种自然美 多肉本应该属于它的自然美 你看,这淡血 这些布丁 折乐 你看,每一个镜头一框进去 它就特漂亮了 这拼盘今年一定要好好管理这次 我觉得我们家的多肉 不管是棚子里面还是外面的 很多时候还是属于自身自虐型的 哇,这颗石头面纱 要不要这么仙气 千日是夏季兄弟 夏天你为什么要这么仙气 漂漂这么美 你看,这个拼盘里面的一颗法师 你看,好久 感觉好久都没有专注于我们家的拼盘了 你看这,这圆的 都是圆果果的 就是我们家 没有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让它自然生长 最多就是给它浇浇水 我们家的多肉都是喝水长大的 根本就不用吃什么营养 发现一些小可爱 这个女处景 好漂亮 像是不像是 就是现在还太小了一点 等长大了 抱成群了 然后就没得不得了 让它慢慢长 你看这一个盆 还有这么大空间 这个就只有一厘米 本来说我在那插花间了 这会儿我来看多肉 结果我姐又去帮我插花间吃了 看我姐 好漂亮